歡迎來到《風華絕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佳南 感謝您的觀看與訂閱 近期 陶晶瑩在社交平臺上分享了店面開幕照 感謝消費者的支持 並表示自己在結束隔離後 也會親自到場 不過 有網友向她留言反映 光是排隊結帳就花了15分鐘 好不容易點單完成後 又等了半小時才拿到餐點 但是餐點漏掉 跟店員確認後 又等了一陣子才補上 結果面根本沒熟 很敷衍應付 對此她親自回覆致歉 表示因為客人多到忙不過來 之後會再改進 還說 下次我請你吃 等我去當店長時你來相認好嗎?因粉絲激動不已 很是期待她的現身 此外 還有網友表示 在現場排隊近2個小時後 卻被店員告知東西已經賣光 也有人透露 在人比較少的時候 買到的餐點沒什麼溫度 但在反應後 有獲得補償的熱湯 看來生意十分紅貨 說到陶晶瑩 肯定就少不了她的老公李李仁 兩人結婚快20年 仍然甜蜜如稀 讓人羨慕 還育有一對子女 李李仁因愛妻愛家的好男人形象 還成為了不少女性的理想型老公 不過 除了妻子外 在她心中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女人存在 那就是她的母親 很難想象 一想給人正面形象的她 小時候卻是個讓父母傷透腦筋的孩子 談起母親 她很是愧疚地說 我沒變壞 母親的愛還是佔絕大部分因素 她來自單親家庭 上面有兩個異姐 自有印象開始 母親就在外辛苦工作 雖然窮 但母親給他們的家庭溫暖從沒少過 小時候的她非常不聽話 經常鬧事不去上課 還是因為母親教導 才沒走上企圖 16歲時 她念私立高中 學費很貴 母親得去借錢 才能供她讀書 但她不想造成家裡的負擔 為了減輕母親負擔 便決定先去工作 開始了半工半讀的生活 雖然經常會有模特公司的星探相中她 但都被她拒絕了 怎料退伍後 朋友替她報名參加了歌唱比賽 雖然沒得名字 卻還是有唱片公司把她簽下 她問母親要不要去 母親讓她自己決定 畢竟她的年紀也不小了 就這樣她成為了發片歌手 原以為從此一帆風順 公司卻在一年半後倒閉 前途茫茫的她躲回家裡 在母親身邊吃了半年泡麵 難得的是 母親也沒逼她找工作 多年後她回憶起這段日子時笑說 我想這就是母親最偉大的地方吧 她永遠是小孩的後盾 後來她在前同事的介紹下去了校園演唱 也開始接綜藝通告 慢慢累積名氣後 開始有人找她演戲 這才發現 比起唱歌演戲更適合她 與陶晶瑩結婚建立自己的家之後 她將重心放在家庭 陪伴孩子成長 並深信家庭教育是根基 人格更勝功成名就 重要的是成為一個有愛且願意付出的人 現在的她 除了是金鐘影帝 更被稱為全方位無死角信好男人 超級奶爸 但最令人佩服 最感人 卻少為人知的是 她還為家福基金會推動的家庭寄養服務擔任代言人 而會對家庭的事投入這麼多 與她在單親家庭中長大的背景有關 她特別能夠體會失親孩子的痛苦 也能理解在成長過程中 缺少家人陪伴的孤獨感和挫折感 當了爸爸 親自教養小孩後 她又深深知道家長得付出多少時間與精力 所以對於願意接納撫養非親孩子的寄養家庭十分敬佩 她認為 每個孩子都需要在充滿愛與照顧中長大 如今 因為這些寄養家庭無私的愛 翻轉了孩子的未來 很感謝這些充滿愛心的寄養家庭 給需要照顧的孩子們一個溫暖的家 目前 全台有近2000位小孩由家福安排 住在寄養家庭 在這些不幸孩子成長過程中 有人願意付出 關心是一種幸福 寄養家庭不是照顧孩子基本生活而已 有他們照顧 小孩比較不會走上起路 每個人在長大過程中都需要溫暖 這是很偉大的事 甚至比宗教偉大 有些孩子是一出生就遭遇到不幸 被送到寄養家庭 有些則是到高中時才去寄養家庭 彼此都要適應 很不容易 李李仁在成長時期 有段時間感到非常孤單 生活中多半只有學校和同學 母親不是不照顧她 只是當時全家四個兄弟姐妹 生活用度都仰賴母親一人工作 實在是沒有多餘的精力來幫她找到信仰 她小時候愛玩 喜歡打架 逃學 所以經常被叫到訓導處教訓 但母親對她說 我不期望你長大後做多有用的人 但起碼不要做壞的人 不當壞人對世界就是有貢獻的 而她沒有走上企圖 也因為母親下班後回家 還會為孩子煮飯 洗衣服 有基本的家庭溫暖照顧 小孩不會壞到哪裡去 她沒變壞 母親的愛還是佔絕大部分因素 演藝圈的大起大落 她早早就已經經歷過 而在灰心喪志 茫然無措時 如果沒有母親的陪伴和鼓勵 她很難撐到現在 因此她非常感謝母親 坦言 是因為您的教導跟關心 抓住我 沒有讓我走偏 真的很謝謝那一段時間的支持 讓我走到今天 她祝福家庭不完整的孩子 要相信世界是美好的 找到身邊願意愛你的人 可以勇敢接受不同的感情 擁抱愛 感受到自己不孤單 做了爸爸後 她原本工作滿當 在女兒兩歲前很少待他 有天休假時 在家擦玻璃 懷著第二胎的妻子就播放女兒剛學會走路的影片 當下觸動了她 覺得自己都在外拍片 錯過了孩子的成長 後來她減少工作量 花時間在家陪小孩 帶小孩帶得很認真 甚至想考保姆執照 但一打聽 發現要上45天的課 這才作罷 母親節前夕 她在接受專訪時 談及自己的成長過程及教養觀 認為沒有人天生會當父母 是跟小孩一起成長 每個人受家庭影響很大 飲食 生活習慣 性格都會受影響 家庭教育比學校教育更重要 一個人的人格教育 家庭重要性應該佔了70% 學校只佔30% 學校主要教學科課程 老師沒有辦法照顧每一個小孩 所以 小孩人格是什麼 父母有100%的影響 兒子曾跟母親說 我跟你說一件事 學校又有一個女生喜歡我 原來在下課時間 有個女生抱她抱了5分鐘 老婆當下很想笑 但知道不能笑 因為兒子是在掏心說私事 兒子非常信任他們 所以這些尷尬的是會找舒服時機跟他們分享 她也很感恩孩子願意分享 女兒有事也不會隱瞞 但功課卻是個例外 她自尊心強 考試沒考好 就不想讓父母知道 當她問 今天有沒有小考考卷 女兒會回答 沒有 都盯著好了 他們會看孩子個性 事實陪伴 女兒什麼事都自己做 作為父親的他 只要在旁邊看著 鼓勵女兒就好 兒子什麼事都依賴 所以他要常在旁邊幫助兒子 也要培養其獨立能力 音才施教 給不同指導 碰到父母任務 兩人則各有角色 她負責帶孩子衝浪滑雪 靜態的如看書 就交給妻子 妻子總會花一兩個小時說故事 白天的事編成故事加想像力 就很生動 當孩子實在過頭了 妻子變黑臉時 就是天神生氣了 小孩懂得不可以違逆天神 此外 陶晶瑩除了是一個好母親之外 在事業方面也賺得盆滿钵滿 5年前 他擔任內地選秀節目評審收入 一季約新台幣1800萬元 而2014年 他內地節目一季酬勞約新台幣5000萬元 與老公夫妻合體 只錄了兩集就退出的《真人實境秀》《真愛在窘途》 當初節目組開出的酬勞據悉也是一季新台幣5000萬元 可知 這幾年他的身價不低 賺了應該有上億元新台幣 2018年 有媒體公布 臺灣A卡主持人2018年收入調查 陶晶瑩以新台幣6600萬元排名第五 早年 他在臺灣的電視頻道雖然沒有固定節目主持 但有包括廣告代言費 活動主持酬勞 以及在內地參加節目的演出費等進步 還是能排名A卡主持人的前段班 而李李仁其實也是個很拼的人 2019年他初級日本家具服務新品活動 外形瘦得像竹竿 對此他透露 近期剛好兩部新戲角色都要求他減重 三個月下來從76公斤掉到67公斤 瘦了89公斤 一天只吃兩餐 中餐瘦不了就吃點青菜 晚餐老婆說要吃澱粉 晚上才睡得好 不會餓醒 一週跑步3-5天 每次跑3-5公里 要做有氧運動才會流汗 事業有成 家庭幸福 夫妻恩愛 陶晶瑩和李李仁大概就是很多人憧憬想要變成的模樣吧 祝福他們能一直甜蜜下去 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裡了 如果您對本期視頻有何感想或建議 歡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歡本頻道 別忘了點擊訂閱 下期視頻 我們再會